富家千金坐在餐桌 不耐烦地听着父亲说起对自己的未来规划 服务生看到这一幕 倒酒时故意洒到了他的身上 男孩拦住了他想要道歉 接着男孩也表达了感谢 原来这并非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一天前安妮一家人来到度假村旅游 途中弟弟哭个不停 直到遇到酒店门口的玩具熊 两个小魔术便将弟弟斗乱 伴侣入住时 安妮听到前台商议着赶玩具熊出去 她走上前说起 而这些全被玩具熊拼在耳中 相信很多人已经猜到了 她就是那个服务生 冒着失业的风险将安妮带领那个她不喜欢的地方 这便是对她的答谢 两人交换了姓名后各自离去 次日 安妮一家到外面用餐 父亲给她介绍了一位朋友的儿子 男孩靠着自己的努力如今已经身价过一 可一向想要逃离父亲掌控的安妮 对她安排的事情总有种抵触心理 她借口身体不舒服离去 本想一个人来海边逛逛 却不想再次见到了杰克 同时杰克也看到了她 放下手中的事情 她带着安妮来到了卖冲浪滑板的地方 原来她的工作不单单有服务员和酒店吉祥物 更是兼职着这里的冲浪教练 杰克找了适合她的装备 佩戴时有意无意的身体接触 让情动未开的安妮有了莫名的冲动 好在这种冲动随着装备的佩戴结束而消失 两人到了海边 杰克教了她怎么控制滑翔伞 呼啸而过的海风 阴云密布的天气 让一直生活在父亲掌控之下的安妮 第一次有了放飞自我的感觉 之后的几天里 杰克以多种身份时不时地出现在安妮的生活中 他们私下也会偷偷见面 面对父亲介绍的对象 她一直保持着距离 渐渐地 父亲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次家庭活动上 安妮的座位始终空空 她本人则是来到了海边 因为杰克约她参加今晚的沙滩派对 众人对于新成员的加入很热情 同时也疑惑 为什么住在酒店里的富家千金会与他们为伍 杰克作为主唱在人群中带动气氛 这种氛围安妮同样也是第一次体验 一番玩乐下来 安妮加入了杰克的小团体 坐在对面的女孩看她的眼神充满了敌衣 随后更是上前挑衅 为难时还是杰克出言呵斥女人 看了看手机 发现时间已经很晚了 安妮起身离去 意识到不妥的杰克拿上衣服紧飞气候 他们一路上畅谈校园时光 奇闻趣事 可美好的生活总是短暂的 对于娇生惯养的安妮来说 活在父亲控制的阴影下才是常态 回到家 父亲已经等候多时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